哦嗨 刚刚那个爆米花超好吃 but we'll talk about it later Hello,我是Jerry 那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我的频道呢 我的频道呢有很多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视频 那如果你也有同样的爱好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哦 这期视频的主题呢就是Costco最近又有好多好吃的东西 我希望推荐给大家 在视频的结尾呢就是帮助大家壁垒的部分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第一个就是这个烟熏三文鱼smoked salmon Costco呢有三种三文鱼的选择 这个三文鱼呢跟其他两种在Costco能买到的smoked salmon不一样 是因为它有一些调味 其他呢就是烟熏三文鱼本来的味道 这个呢是有的加了一点胡椒 有的加了一点Deal 口感呢就会更丰富一点 这个三文鱼也是吃Bagel的必备 因为它被切成了小片嘛 就非常适合放在Bagel里面 我最喜欢的吃法呢就是涂抹上一层厚厚的cream cheese 原味的哟 然后铺上厚厚的三文鱼 然后呢加上一点黄瓜片 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快捷的早餐 而且非常有营养 真的有非常强的饱腹感 早上如果没有很多时间的人 就可以很快的做出这个早餐 又方便又营养 另外呢这个三文鱼也非常适合放在cracker上面吃 因为它都切成了小小的块嘛 所以很方便随意搭配组合 那刚刚都说到了三文鱼Bagel 那我怎么能不推荐Costco的Bagel呢 Costco的Bagel其实它一直都有 而且是两袋一起买 就是你要买的话至少要买两袋 都是成双成对的 这样的话其实挺好的 因为你可以买两种口味 然后回到家之后呢 我一般都习惯用Bagel Cutter把它切好了 然后放回原来的袋子里 然后把其中一袋冻上 因为我觉得两袋其实还有点多 我不会很快吃完 然后我就怕它坏掉 就算是冷冻的 每次把它拿出来 然后用toaster烤一下 也是能还原非常新鲜的口感 然后配cream cheese啊 或者像我之前说的配salmon 真的超好吃 因为Costco的Bagel它非常的有嚼劲 不是特别松软的面包 非常有饱腹感 而且每个个头很大 有的时候如果topping放得多 我吃半个就已经饱了 接下来就是这个花椰菜鸡蛋蛋排creep 这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看配料表的时候 发现它是低脂的 所以我就买来尝试一下 它呢是用花椰菜和蛋白 做的一个薄薄的饼 然后你可以简单的把它加上鸡蛋 做成鸡蛋饼 或者像我一样做成海鲜饼 就在里面放一些鸡蛋呢 或者可以选择补放 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蛋白了嘛 然后放上一些煎熟的虾仁 然后再放上一些菜 加一点点酱 味道特别的好 它完全可以代替普通面粉做的饼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低脂 这也是一个很方便的早餐 大家吃起来 真的会越吃越瘦 下一个我经常吃的早餐单品 就是这个橄榄油筋的沙丁鱼罐头 这也是很健康的罐头 别看它是罐头 其实它是很健康的 首先三文鱼就非常的健康 它有丰富的Omega 3 还有很高的蛋白和钙含量 这款呢还是橄榄油筋的 所以更是健康 做早餐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把它直接放在面包上面 加一点点蛋黄酱 做成三明治 非常的好吃 这鱼肉一点都不腥 而且吃完也真的非常有饱腹感 也是一个快手的早餐 这个鱼真的非常低脂 我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掉成 也是减肥非常好的选择哟 那刚刚做沙丁鱼三明治的面包呢 也是我接下来要推荐的 它其实长成这样 在Costco的时候呢 其实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因为它表面看起来硬硬的 感觉不是那么友好的样子 表面呢看起来很强硬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心很软的面包 之前有一次也是我逛Costco的时候 就随意的想尝试一下 然后结果口感出奇的好吃 它的外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硬 就是有一点嚼劲的口感 它的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松软 我买来之后呢 都是提前把它切成片 然后把它分装好 如果怕吃不完的呢 大家可以提前动一部分 拿出来用toaster烤一下就可以 然后做我之前说的那种三明治啊 或者是涂抹一些果酱 直接吃都很好吃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stuffed salmon 就是里面装了馅儿的三文鱼 它的里面呢 我以前以为是真的螃蟹 我想呢它们得亏成什么样 是这么多螃蟹肉 后来呢我读的配料表 其实它里面是仿制的蟹肉 除此之外呢 里面还有虾呀 其他种类的鱼肉 但里面的虾和鱼肉是真的 不是仿制的那种 还有就是芝士淀粉 蛋黄酱之类的 口感还是不错的 每次简单的烤一下就可以了 热量也不高 而且是高蛋白的食物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Costco的鲁鱼 这鲁鱼呢真的非常鲜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多 首先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 它处理的很干净 它的内脏啊和外面的鳞 全部都处理掉了 做法也很多 比如说清蒸呀 烤啊炖啊 全部都可以 这鱼啊也没有特别多的腥味 也是我经常回购的一种鱼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鸡块 这个真的是我们家 最近最喜欢的宵夜了 没有之一 这是像Chika Flay卖的那种鸡块的口感 算是比较好吃的 一点都不柴 肉非常的嫩 而且它的配料表也比较健康 没有太多的添加剂 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就用空气炸锅热几分钟就可以了 它的秘密吃法呢 是一定要配Chika Flay sauce 特别的好吃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恐龙鸡块 跟刚刚的那个鸡块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更像是麦当劳的鸡块 不过它的成分比较比刚刚那个更健康 因为除了它主要用的是鸡胸肉以外 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全部是天然的调味 这个呢我们会和刚刚的那个鸡肉交替着来买 嘴长的时候吃还是非常结肠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Kimchi辣白菜 宗嘉福这个牌子 是我在美国吃的最好吃的辣白菜了 它不会过甜也不会过辣 是刚刚好的特别清爽的口感 而且在Costco买的价格比HMR友好太多了 做辣白菜豆腐锅也非常合适 我之前有分享过这个的食谱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连接放在这里 接下来是这个Tales的意大利面酱 这个意大利酱真的绝了 它的口感真的非常的浓郁 味道调的也是恰到好处 非常适合做意大利面 或者做Meatball Pasta 还有做海鲜意面都非常的合适 还可以用来它做披萨的底料 这个酱呢在其他潮市也有买的 在Whole Foods我比过价 在Costco买要便宜的好多 而且我经常看到这个酱在Costco有打折 接下来是这个焦糖的山河头 看我们都已经吃这么多了 因为它太好吃了 它就有点像我们的琥珀河头 不过这个里面是山河头 它外面还有一层浓浓的焦糖啊 黄油的味道 真的会吃起来停不下来 而且它特别适合放在 涂抹了原味cream cheese的bagel上面 特别的好吃 就有点像honey bacon那个味道的cream cheese一样 这个方法吃bagel真的特别好吃 不好吃的话你来打我呀 你过来啊 接下来就是这个榛子仁 它是剥好的那种榛子 吃起来特别的方便 而且榛子本来就很有营养嘛 是可以经常吃的食物 接下来是这个日本的红帽子饼干 它呢之前我也看到有卖小包装的 但是价格都挺贵的 而且里面只有几个 那我在Costco看到之后呢 太惊喜了 这么大一盒 而且里面有四种口味 我已经吃了一些了 都很好吃的 不过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抹茶和这个草莓味的 这两个最好吃 它这一盒呢里面有32个 然后有四种口味 那每一个就是有八个咯 每一个都是这样独立的包装 也非常方便携带 包装也非常的好看 就算是它之前在别的超市卖的那种比较小一点的包装 就不是这种大盒的 也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饼干真的是又好看又好吃 下面呢是这个Faie的Greek Yogurt 就是希腊酸奶 不知道为什么它读Faie 不知道是不是希腊语 它这个是希腊酸奶 而且是完全没有Fat 完全没有脂肪的 你看它Total Fat Zero Cigurate Fat Zero Trans Fat Zero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脂肪的 而且它每一份的蛋白质是18克 真的是低脂高蛋白的食物 这个真的我一直在买都没断过 早餐的时候呢用它做酸奶水果杯 或者放一点点麦片 因为它没有额外加糖嘛 如果你怕它酸的话 可以简单的加一点蜂蜜 或者Maple Cera 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吃 这个真的是减脂必备啊朋友们 接下来呢是这个日式的麻薯冰淇淋 它呢上面呢是有小小的麻薯小丸子 下面呢有一层厚厚的红豆泥 然后呢再下面呢就是抹茶冰淇淋 它口感搭配起来就非常的好 而且不会过甜 Costco卖的是一大盒 里面有8个吧应该是 然后肯定是比外面卖的便宜 不过我还真的挺喜欢吃这个冰淇淋的 喜欢抹茶口味的大家要尝试一下哟 接下来是这个Hawaii的曲奇饼干 这个不是一直都有在卖的 是有时候会碰到 有时候碰不到 这个曲奇很好吃 每一个呢是小小的菠萝的形状 特别的可爱 每一个上面呢有几个小小的巧克力颗粒 特别的好吃 有非常浓郁黄油的口感 配上巧克力 你说浓不好吃吗 接下来就是这个 我刚刚在吃的 这么大包的一个Kido爆米花 你看这一包多大 赶上我三个头了 我这里要吐槽一下美国的爆米花 大部分都是咸口的 尤其是在电影院呢 然后还要往上面浇黄油 我真的是受不了 为什么有这种难吃的东西存在 但是直到我找到这个爆米花 不是说那种黄油味的咸味的爆米花 这种我们吃的真的不适应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它是9GMO的 就是说它用的爆米花 不是用的转基因的那种 用的是传统的爆米花包的 而且它热量也不是特别高 还是很健康的 它的配料表成分也非常的健康 只有四种东西 糖 海盐 三菠萝油和popcorn 它真的又好吃 吃起来又安心 我简直太喜欢这个爆米花了 下面呢是这个栗子银 它的里面呢是这种小小的包装 一袋一袋的 就跟我们在国内吃的那种栗子银是一样的 那其实呢我发现它也是中国产的 所以口感上跟国内吃的当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它也是organic 就是有机的 还不错 如果产栗子人的话 大家可以买来把它当零食 或者焖饭的时候放一点 饭就会变得很香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是这个蘑菇干 这里面有很多种蘑菇 这个呢就特别适合做汤 每一次不用买特别多的蘑菇 它的口感呢也会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咸 所以喜欢煲汤的朋友呢 可以买来这个尝试一下 接下来呢是这个有机的抹茶粉 它的价格呢真的太友好了 你知道在美国卖一小盒 这种日本的好一点的抹茶粉 都要十多块钱 这个呢 这我都快吃完了 其实一袋很多的 这个一大袋呢才十多块钱 真的是很划算 你可以用它来做抹茶拿铁 然后或者烘焙的时候用 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味道也是很好的 是那种浓浓的抹茶 接下来呢是这个三角形的爆米花零食 我也不知道管它叫什么了 它呢也不是油炸的 它有点像那种跟爆米花一样 是爆出来的这种 那这个呢有好几种口味 我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Kiddle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甜咸口味的爆米花 而且它的热量也非常友好 就是比较健康的零食了 接下来是这个芒果干 这一大袋芒果干吃起来真的太爽了 它是那种很好吃的芒果 它用的应该是很甜的那种芒果 不过不会特别甜 那芒果呢软软的 然后有一点点嚼劲 特别的好吃 那喜欢芒果的朋友呢可以尝试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西梅干 那西梅呢其实它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是非常好帮助人香化的东西 它会帮助你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西梅干呢也没有额外加糖 所以它是天然的果糖 口感甜甜的 接下来呢是这个椰子卷 它不算是新的零食了 不过最近又出了好几种口味的 我最喜欢的还是原味的 非常浓郁的椰子口味 而且酥酥脆脆的 热量也还可以 它也不会过甜 好吃 接下来就是这个咸蛋黄饼干 它应该是台湾的食品吧 这是非常好吃的零食 它真的有浓浓的咸蛋黄的味道 但是它也不会过咸 非常的酥脆 特别好吃 其实它还有紫薯味道的 不过我在Costco没有看到 我只看到过这个原味的 还有就是这个早家河头 反正我之前看到好多 在国内的小伙伴吃这个 我就非常馋 然后直到我在Costco看到这个 果断买下 真的非常好吃 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吃法 就是早甜甜的味道 配上核桃 它肯定有核桃油吧 就真的是太好吃了 而且还是很健康的零食 还有就是这个印度的嫩饼 真的很好吃 松松软软的 而且它每一个都不大 你用Toaster热一下就好了 你把它抹 Pinot Butter啊 或者是里面放香肠 或者加上鸡肉 都很好吃的 哪怕你直接吃 配着咖喱或者是喝汤的时候吃 简直都太好吃了 松松软软的 一点都不硬 欢迎大家来到我分享雷品的时间 第一个就是这个牛肉的brisket 巨鲜 而且完全的不嫩 跟我吃过的那种现做的Texas BBQ 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做brisket 它怎么自己好意思叫这个名字 真的完全不一样 就怎么吃它都不好吃 直接吃或者我试过 拌啊或者给它煮一下 怎么都不好吃 所以大家千万别买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印度的咖喱酱 我觉得整体来说味道其实还是OK 但是不能还原那种现做的印度咖喱的味道 而且它有聚重的防腐剂的味道 所以就觉得里面好像添加了很多 不应该添加的东西 不知道是塑料还是什么味道 反正就吃起来乖乖的 这个大家不要买 下一个呢就是这个夏威夷果的milk macadamia milk 真的太难喝了 好像一种奇怪的肥皂水的味道 说的好像我喝过肥皂水一样 可能是因为它是无糖的吧 你像其他的almond milk 加一点点糖其实还挺好喝的 不过这个不加糖不加油什么的 真的太难喝了 然后配咖啡也难喝 单独喝也难喝 而且它这一大盒里面有六个 如果不喜欢喝真的挺浪费的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也知道哪些costco的好吃的东西 也别忘了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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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